这一个星期以来 烟埋情况反复无常 气象学者说 由于季后风交替 接下来依旧是烟埋不定 不过最严重的情况应该已经过去 到了12月 我国将能挥别烟埋 而明年的烟埋情况 相信不会比今年严重 来看记者李凯妍的报道 本地这两个月进入西南风和东北风交替的时期 研究气候的学者表示 风向随时改变 所以很难预测烟埋来袭 但能肯定的是 烟埋的日子会逐渐减少 学者相信空气污染指数再次突破 300点危险水平的可能性不高 也有学者表示 这段期间风向的改变可能是一到两天的事 学者相信12月初当西南风转为东北风时 阴霾就会消散 由于印度尼西亚烧巴范围大部分处于我国的南部 所以就算到时烧巴持续 烟埋应该不会吹向我国 学者也表示 今年的奥尔尼诺现象相当严重 干燥天气导致火点比往年多 火势也比较持久 加剧了烟埋的情况 受访学者表示 因为奥尔尼诺现象相隔两三年才会发生一次 所以相信明年底烟埋情况应该不会比今年严重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开言报道